進去開會 請陳正文議員熟行 謝謝大會的主席 市長及各個市府團隊 媒體記者先生及四名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本期要來進行總質詢 之前本來是一個還蠻輕鬆的一個遊艇的話題 但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在岡山區最大的一個市場 文賢市場陸續的看到了一個公告 我請助理先把這個公告貼出來 這個公告一貼出來整個攤商人心惶惶 大家也無所適從 那所以今天特別 因為上個禮拜這個緊急的事件 特別今天邀請了市場管理處的處長 及岡山區的區長來列席 來簡單做一個說明 這個公告如上 我大概唸一下 就是所謂岡山區這個文賢市場的一個公告 各位平安裡 維新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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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高雄市 與高雄市經發局市場管理處協調結論 於民國105年6月1號起就是後天 平安裡行政道路 維新文賢 維新文賢 娛樂巷等 之道路路全由平安裡辦公處管理 以上路段之路面維護 水溝 垃圾清潔消毒 均由本里辦公處執行處理 並每年辦理尾牙餐會 自強旅遊普渡等活動 以上請各攤販好友配合本里辦公處道路管理委員會 謝謝 後面特別還署名了 平安裡道路管理委員會 平安裡里長劉登榮盡上 上面特別有提到 金發局的市場管理處的協調的結果 我想市場 我剛剛看到金發局長在搖頭 我不知道現在里長 是不是都可以像 鋼山平安裡里長的方式來處理所謂市場的問題 那市場管理處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 那今天鋼山平安裡的里長可以這麼做 高雄市所有的市場 在地裡的里長 是不是可以比照辦理 因為上面提到了說市場管理處協調的結論 所以他這麼做的 我想請市場管理處的處長 說明一下 你是不是有跟平安裡的里長 來做這一個協調 你做的協調結論 是不是像他所公告的結論一樣 請處長做個簡單的說明 處長請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謝謝陳議員 今天有機會讓我們金發局市管處在這裡 跟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以及鋼山區的攤商做一個說明 有關我們這一個公告上面 寫說跟高雄市政府金發局市場管理處協調的結果 那這一部分的話 這一個公告是在五月二十四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二發出來的公告 那五月二十五號禮拜三一早 我同仁拿來給我看 我很生氣 因為里長根本沒有跟金發局市管處做過任何的協調 這個是我第一點必須要做聲明的 那第二點的部分 我們在五月二十五號隨即我們就擬了一個公文 要通知鋼山區公所 然後附資我們的里長辦公處 也就是我金發局市管處並非道路主管機關 所以對於道路的路權 我金發局市場管理處沒有權力去做這樣的一個協調 那五月二十五號下午 禮拜三下午 也就是里長做了這一個公告的隔天下午 他有打電話進我們辦公室找我 我只跟里長講了一句話 我跟他講說任何一個個人都沒有權利去針對我們高雄市 他們臨時集中廠管理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 既有存在的道路範圍內灘集廠的灘商去收取管理費用 我只跟里長這樣做這樣的提醒 以上說明 處長簡單說啦 里長沒辦法把這些灘商收集去做管理 這樣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 我們的灘商必須要自己去組管理委員會來做管理 任何一個個人都不能直接要去跟人家收管理費 處長你請坐 接下來我可能要請問法治局的一些法律的意見 經由剛剛處長的說明 我待會想請問法治局長 這個公告有違反了什麼法律 他平安里道路管理委員會 是不是有成立 我想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有這種制度存在 他能不能這樣子的去施設這個管理委員會 道路 所謂的道路管理委員會 他如果現在這樣設立 要洋公署 要不然就輕鬆了 要不然這些管理 就是不是跟務局這些東西都交給里長去處理得了 里長有這些租圓 有這些那麼多的工作要做 要有辦法去處理這個道路管理委員會 第二點 當這個里長 就如剛剛處長所言 並不是跟他的內容都不相符 他有沒有違照文書 請法治局長趁這個機會 給我們所有的里長做一個法治的教育 也順便給我們市民做一個法治的教育 這樣做為有法務 今天這個里長 這個公署帶出來 未來要把這些他商 攤商收費的時候 是不是有違反任何的法律 請我們的法治局長做個說明 請讓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在這個部分 里長是沒有任何權限可以來處理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如果他是依照職權 建稱他自己有這樣一個職務的話 有沒有詐欺取材的問題 就是利用職務詐欺取材的問題 可能要請民政局這邊來評估看看 那至於說有沒有偽造文書的部分 因為這個公文是他做的 可能跟偽造文書比較沒有關係 以上 好 那我想剛剛處長講的也非常清楚 因為里長也是廣義的公務人員 詐欺取材 那接下來有沒有貪污治罪條例的問題 我想 我們是為了這個里長好 也趁這個機會讓所有的里長知道 這樣的做法 是有違反法律之語 所以這個公告一貼出來之後 我接下來要請問岡山區的區長 就我所知啦 我想現在這個平安裡的里長 就剛剛你跟我對談的內容 我也了解說他有可能 不來收取這個費用了 他也知道會有法律的問題 但是現在湯山都人心惶惶啊 這裡的大大雄齁 大家都有之所從 不知道這未來什麼管理 到底是里長來管理 還是市長管理委員會來管理 所以這個公告推出來之後 區公所 接下來是不是要有一個撤銷 這個公告的一個做法 請區長做個說明 區長請倒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這一件公告 上個禮拜五 那個我們的市府 市長管理處呢 已經很明確很明快的做決定了 就是 市管處並沒有跟里長 有達成協調這個工作了 所以我們跟里長查證了以後 里長已經確定 他不執行這一項事情了 那有關 已經公告出去的部分呢 已經有跟里長講 他願意把他撤銷掉 好那區長我可能未來 希望你們來協調做一個 撤銷公告的一個動作做得到嗎 沒問題 請坐謝謝 那接下來 我要質詢的內容 跟市長管理處 跟區長這裡可能比較沒有相關 可以讓你們先行離席 好那接下來 我開始進入我這一次總質詢主要的一個議題 高雄是海洋首都 過去高雄縣市合併之前 因為我們的海域 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許多的海域都是封閉型的 我們雖然環海 但是市民朋友跟海的距離是非常遠的 那自從民進黨執政之後 尤其陳菊市長團隊 在光榮碼頭 在博厄特區 在許多 包括珍愛碼頭 我們都已經陸續的開放 讓市民朋友 有一個親近海洋的一個區域 讓我們高雄 可以說是真正成為一個海洋首都 但是我們看到 這些場所的開放 我們看到是看得多 但是玩得少 真的可以親近海洋的娛樂 卻是非常少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高雄造船的能力是高雄第一 我們在今年的五月 我想市長也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的台船有一個史上最大的貨櫃輪 分別是開明輪跟擴明輪 這兩艘貨櫃輪的在碼頭的聯合命名 這兩台是我們台船 我們台灣優秀以來做最大的貨櫃輪 那包括高雄的遠洋漁業 包含我們的船運造船的工業 在世界上的確是數一數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高雄的遊艇產業 PowerPoint上面有寫 世界第四亞洲第一 在2013年連續三年是名列全球排名第六的遊艇製造國 到了2016年80尺以上的接單 世界排名一局擠掉了美國英國 所以我們的世界排名也到達了第四 目前是第一 那尤其高雄的遊艇的製造量 在全台灣的接單率佔了97% 所以幾乎每一艘世界上所生產的遊艇 幾乎都是產自於我們高雄 那高雄擁有這麼發達的 不論是貨櫃輪或是遊艇的製造 我們的產值 在台灣來講 我們也是數一數二 你可以說是最高 包括我們每兩年都會舉辦的遊艇展 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買家來觀賞 那我們就想來提到 說這些遊艇製造這麼強 我們的貨輪製造這麼強 但是我們還是停在只會造 不會玩 我們遊艇 我們遊艇 目前大家市民朋友 我們國民所認知的 一隻都差不多要七八千萬 就約以上 這個門檻 讓市民朋友覺得非常的高 也讓我們一般的市民 跨入這個遊艇 有一個門檻 覺得說不是那麼容易的親近 所以 我今天 我今天 總之巡的一個主題 就是希望 市府 是不是能夠發展 所謂的國民遊艇 來榮耀海洋首都 什麼叫 國民遊艇 我們曉得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德國為了刺激 它的工業 汽車工業的發展 在它的強力的 汽車工業發展的 一個版圖裡面 它發展了所謂的國民車 讓國民車 就是讓所謂的 CC數小 排氣量小 售價也低 讓一般的市民朋友 一般的國民 開得起 買得起的國民車 我們 就 日本 日本也是在1955年 為了促進汽車工業的發展 也提出了所謂發展國民車 我們台灣也是有一台很有名的 叫March 在1970年代 樹立跟March 都是我們 津津樂道的所謂的國民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國民車的概念 把它套在這個遊艇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國民車 簡單實用 尺寸小 排量小 油耗低 讓 我們一般的普通的家庭的市民朋友 可以跨入 我們這個遊艇的產業當中 讓市民朋友 也能用便宜的錢 能夠享受遊艇的生活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能夠更真正的 親近我們的海洋 我想 有一些朋友可能會想 遊艇 一兩百萬港 可能可以走 接下來 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不是不可能 我們在 我又這裡舉了三個例子 目前這個Poundport 上面所顯示的 遊艇 可能就是屬於比較高單價的遊艇 但是 在民國 在 2008年 台灣 我這裡舉的例子都在台灣 東風造船廠 推出了 99萬的國民遊艇 他強調99萬 搬到後 還可以免費 教你怎麼去開船 在2009年 國泰的造船廠 慶祝15週年慶 他 原價150萬的 船型優位價98萬 也是在100萬以內 我們圖上可以看到這個 帆船 他是有動力的帆船 這個 他 特別提到說 可以 自酒選配 裡面 可以卡拉OK 數位電視等等 等於是跟 遊艇的 內容都差不多 都有了 所以 100萬以內 就有兩個例子 我再提第三個例子 在2011年 台灣 遊艇製造船 台灣遊艇製造船廠 推出了88萬的 平價遊艇 並標榜由 專業的教練 提供免費的 教學的服務 保養費 他也幫你保養 一年 兩千塊 免腳 牌照稅 及燃料稅 還送你什麼 送你免費的 停車的床位 所以 我想 國民的遊艇 是有機會來達成 因為 我們看到剛剛的三個例子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國民遊艇 目前來講 市場 我預估是有這個市場需求 就是看 我們市府 怎麼去推廣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能夠真正的像我們看到國外的遊艇 數量可以 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曉得 我們高雄是遊艇的製造大國 但是我們看 我們的 海比亞好 那你剛好好 真正停遊艇的數量 其實是不多的 我想市場 我們都曾經去過Miami 去過 美國許多 遊艇的大城市 包括我們 可以看到香港 這個氣勢是 非常不一樣的 那 接下來 我就來提說 跟大家探討說 推廣國民遊艇的優點有哪些喔 促進 經濟發展 提供就業機會 一旦我們這個國民遊艇成型之後 我想有很多 小家庭 遊艇買得起 遊艇 就要停在我們的高雄 停在高雄之後 有什麼好處 停 停在這裡 他要補給嗎 他要買食品嗎 他要買水嗎 他要買水嗎 包括 很多的維修的服務 就可以養許多的這些所謂維修的工人 那這些工人朋友 因為維修究竟方便 會來附近這家座 開一些小型工廠的 也不是說小型的工廠 可能就放一些工具 它就在這家座 可以促進地方的經濟的發展 包括 包括 別的縣市的朋友 來到高雄買的這艘國民遊艇 他會來這裡走廚 他會來這裡買廚 我想 包括 這些遊艇的維護 我想每一艘遊艇都需要維護 他可以 就可以養很多這些維護的人員 那再來我想是 增加所謂的觀光的資源 承遠 時間暫停一下 現在 有 東海大throp 政治學系 由我們 郭應哲老師帶領 歡迎大家 鼓掌 繼續 我曉得高雄 之前我曾經 安排了 所謂的哈雷的臺灣的代表 告廣市跟市長見面 那我特別問他說為什麼哈雷選擇高雄 因為他特別提到說高雄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城市之外 他說世界上很少像高雄這種城市 30分鐘騎乘摩托車30至1個小時之內 可以到達山可以到達海 所謂的山海河的景觀在世界上是非常少有的 所以我想高雄可以利用這些的優勢 推廣我們所謂的遊艇產業 也讓國民遊艇來增加我們的觀光的資源 讓不只是我們高雄沿岸的經濟能夠活絡 因為別的縣市的朋友來到高雄玩這些遊艇之後 他一定也會到所謂的山區去觀光 過個三天兩夜的一個深度的旅行 我想這整個會帶動起高雄的觀光的資源 那在接下來我們可以提到說 可以真正的落實藍色公路的構想 然後提供另類的交通 我想藍色公路我們目前 有提供了幾條路線 有一條珍愛馬頭到鵝阿寮的漁港 這一條航線之外 我們最近又增加了三條 分別是珍愛馬頭到彌陀渝港 鳳彌陀渝港到小琉球 還有一個是新達港到安平港 我想這剛剛提到的這幾條路線都是位在大岡山沿岸的區域 那除了我們市府現在提供的路輪之外 未來如果有這些市民朋友擁有這些所謂的國民遊艇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照這些路線都會開 尤其到了小琉球 到了新達港之後再到台南的安平渝港 我想這整條沿岸 整個未來的氣氛就會帶動起來 尤其是所謂高雄到墾丁這條航線 我想未來就不只有陸陸可以通行 台北下來坐高鐵下來的朋友 他有一台自己一百萬以內的遊艇 他會想要來高雄住一個晚上之後 隔天早上開著船到墾丁 他開著墾丁之後再從墾丁停回來高雄放 再坐著高鐵回台北 我想我們就可以賺到這些人的錢 所以落實藍色公路的構想 我覺得讓國民遊艇真正落實 有機會真正的實現我們所謂的藍色公路 接下來我來談國民遊艇的另外一個好處 一五三平和楚 他可以解決老舊漁港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知道我們很多的漁港都因為時代的變遷 漁民越來越少 漁船越來越破舊 我想以香港為例 香港在經濟開放之前也面臨這個問題 那香港自從經濟發展很完全之後 他遊艇數量也慢慢多了 他順便去解決了這些老舊漁港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些所謂的企業家 或者是一些中等收入的家庭 他這些漁船都要聘請一位船長 這些漁民朋友他退休之後他沒抓魚 他都去當船長 我們就可以提供這些漁民朋友 另外一個就業的機會 順便可以將這個老舊的漁港 讓他看起來更現代化 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市政府投入的經費 讓這些不只停破這個漁船 也可以讓整個漁港的景觀 因為停破了這些國民遊艇 讓他更現代化 讓他更符合現代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發展國民遊艇 有另外一個解決老舊漁港的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吸引國內外民眾 來高雄定居 就剛才有特別提到 可以買準的感覺很簡單的買去 他一定會來高雄買 他一定也會把他的遊艇放在高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完善的全部的設施 包括維修維護 包括整個氣氛都營造出來 我相信這就有很多高雄以外的 國民朋友都會來這裡購買 來這裡定居 包括鄰近香港 包括中國 包括日本韓國 他們嚮往這種生活的 他們可能會來高雄自產 有可能因為一架遊艇 來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來高雄定居 同樣很多年輕朋友可能會選擇 如果來到高雄開一間咖啡廳 或者是在遊艇附近開一間 他自己理想中的一個小店 實現他年輕人的夢想 我們的民政局就不用擔心 我們年輕人外流的問題 我們很多年輕人就可以把他留在高雄 解決我們人口外流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要達成海洋國家 海洋城市 我們的首要的目標 應該來推動我們的國民遊艇 所以在這裡剛剛提到的 都是好處優點 那接下來我也要來談談 目前我們遊艇擁有者 目前遇到推廣國民遊艇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那大家都曉得 自從我們的海域開放之後 現在海巡大概我們出海一趟 大概都要去跟他做一個身份證的登記 這個我去實際去體驗做了一圈之後 我發現這個登記的 就要浪費大概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的時間 那未來我們推廣完成之後 一隻船子十分鐘二十分鐘有兩百隻船子 他是一時是無法消耗那麼多的船量 所以我們未來如何跟我們黨籍的四級的立委 來修法讓我們的海洋更友善 我們可以像香港一樣 我們可以換報備制 甚至他出境的時候 只要去跟他蓋個印章 他隨時要出境都可以 因為你去哪裡 你不可能你就不出去 所以香港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 其實我也不曉得這個制度 是這些遊艇的擁有者 他去跟我們提到高雄發展遊艇法令上的 有一些限制讓他造成不變 所以他把他的船級登陸成香港級 那再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海巡的需要登記的理由是說他要防止走私 但是在他這麼嚴格的登記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新聞 有一台帆船到了日本琉球 去走私的一個毒品 他還是沒有辦法去喝止這個問題 所以未來如何跟中央去修法 讓我們能夠用 走私是用重型度的來懲罰 喝止這些走私的問題 不然的話 以現有的海巡署的做法 我想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如適度的去開放 讓這些玩遊艇的市民朋友 能夠更方便 讓這個環境能夠打造的更友善 這個辦法其實很簡單 讓我們可以去參與國外是怎麼做 比如說香港 比如說擁有很多遊艇的城市 他們是怎麼... 小心 沒有啊 時間到嗎 沒有啊 怎麼到 還沒啊 鈴聲不要亂想 鈴聲響很敏感 我的時間真的到了嗎 我剛剛還沒嗎 還沒啊 那我想我們繼續齁 那我想我們繼續齁 那我想 除了剛剛講到這些缺點齁 我想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要推展 所謂的國民的遊艇 這些 有關中央的法令 我想也要透過黨籍的立委 去修改這些相關法令 讓我們的遊艇文化 能夠真正的在高雄發揚光大 讓我們所謂的 高雄是一個海洋城市 能夠讓世界都看得到高雄 這是最快的方法 那再來 我要特別提到 香港有每年都辦了一個重力帆船賽 所謂的帆船 就是我剛剛秀上去那些 比較適合這個長途的 帆船的比賽 我想2008和2009 我們高雄好像也有辦過兩次 那 我在問的香港這些重力帆船的朋友 他們也提到說 他們認為香港到高雄這個距離是非常適合的 他們也很樂意說未來高雄 是不是能夠跟香港來合辦 這個每一年是非常有傳統的重力帆船的比賽 藉此來推廣 讓香港的市民朋友 能夠來比賽到這裡住一晚之後 再回到他的香港 讓他知道這一段路程之後 未來他就很習慣了 他覺得來高雄開他的帆船來是很方便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辦了兩次之後停辦 但是香港現在跟海南島每一年都辦 香港跟海南島有這個條件辦 我們高雄一定更有這個條件辦 所以我想請體育處 教育局 未來是不是能夠參考 因為我們不是沒有做過 我記得在2008、09年 我的資料是有辦過這些比賽 但是不是跟香港合辦 那是不是可以去規劃 去討論 因為我們 因為適應我們有很多帆船的育程選手 從小時候就開始培養 能夠藉由這樣的訓練 讓我們的整個城市的遊艇文化 能夠更往上提升 我想這也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接下來我想請問我們的海洋局長 主管我們是 高雄市重大海洋政策 針對我剛剛所提的 國民遊艇 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覺得如何 簡單做個說明 黃記長簡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剛剛議員也已經提到了 很多目前在國內上發展遊艇活動的一些限制 特別是在法規面上面的限制 首先我想整個在那個進出坑的程序 以及目前台灣雖然做了一個遊艇的製造大國 可是在遊艇的服務休閒產業上面來講 也其實是在剛起步 那如何去輔導建構整個遊艇服務休閒產業的法制化 也是除了進出港程序之外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可能 未來我們也正在進行的一個重點 其實包含整個我們也曾經委託 我們也委託了相關的一些學者專家 進行相關遊艇法制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現在也提供一些修法的建議 未來也持續透過我們這些黨籍的立委 來跟中央做修法的建議 其次其實剛剛陳議員提到這個國民遊艇的部分 我想台灣在娛樂性傳播的這樣的一個產業裡面 其實各個單價不同的產品其實有非常多 不管是上億的上千萬的甚至幾十萬的 相關的這些娛樂性傳播其實都有 我想整個在我們遊艇展的時候 也都有相關的一些展出 其實如果議員有仔細看的話 其實可能當初其實在遊艇展的時候 不同價格的這樣的一個產品其實都有 那另外就是說剛提到的這個遊艇的這個休閒的娛樂的產業的輔導 當然譬如說我們在跟公會理事長在 遊艇公會理事長在溝通的時候 不管是你今天不見得你要玩遊艇 你要玩相關的這樣的一些休閒的活動 不見得你自己要擁有一艘 你也可以用租的你也可以用怎麼樣 所以說其實現在目前來講 包含整個法規的環境以及硬體相關的環境 我想這未來都還是有待去努力跟克服的 以上簡單跟議員說說 你剛剛提的我大概聽得懂 但是一般市民朋友目前可以接觸到 都是一架七八千萬的啦 我想這是很事實的問題喔 那也有租啦 當然有一個俱樂部 我當然有其他議員同仁認為 市政部對市民朋友不是那麼公平 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港邊的建設 這個遊艇藉由民間的力量來開發 讓市民朋友有更多娛樂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的事情 包括遊艇設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間業者在這裡 開發這個遊艇碼頭 每次颱風來其實他是都要做整修 他其實是虧錢的喔 那為了推廣這些文化 我認為這些企業去虧錢推廣都是應該的 讓市民朋友能夠真正的有這些便利的設施 有這個完善的設施 讓整個海洋文化更親民 這是最重要的喔 但是我剛剛也特別提到你剛剛說用租的喔 這個租的對一般中等收入家庭的來講 也是沒辦法負擔的喔 包括郵費 包括他每天的租金 包括他的門檻 都是非常高的喔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會來提供 這個概念國民遊艇 一般我想很少市民朋友知道 有一台一百萬以內的遊艇 藉由這個機會讓市府來推廣 更重要的是什麼 買車可以貸款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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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銀行提供低利率的貸款可不可以 我覺得由市府結合各個單位 包括財政局 包括教育局、體育處、觀光局、海洋局 做一個統合的一個媒介 我想來做跨局處 對這個產業又熟悉 我想副市長許利民 算是年輕的副市長 在這個部分 我想你來組成一個跨局處 來推動這個業務 你覺得怎麼樣 你對這個產業未來性 你認為如何 請簡單做個說明 副市長長刀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我大概補充幾點 剛剛講說其實 用俱樂部的一個方式來推動 其實那個是相輔相成的 其實俱樂部也可以分級 有高級的俱樂部 有那種就是遊艇是上億的 上千萬 可是也有一兩百萬的這種 這樣的一個俱樂部 那在這個市場成型之前 其實我覺得 還有包含剛剛的法規面之外 我覺得有一點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推動 其實我會認為就是說 包含海洋局或者我們的輪船公司 其實 清達港是一個很適合的這個基地 我們多推廣宣傳 讓大家輔導 因為其實剛剛還沒有提到一個重點 開船是需要執照的 我們透過這一個等於是駕訓班 這樣的一個 一方面是輔導大家 其實去開船 二方面是讓大家也習慣這樣的一個水上活動 養成這樣的一個習慣 而且養成了之後 他其實他自己會開船 你沒有自己會開船 他要去租船也不可能 所以其實真的有蠻多的 這個必須要配合的事項 那我們願意 包含就是說 其實這一些 遊艇的停泊船位 我們都必須 甚至包含跟高雄港 在跟碼頭開發的時候 一起水域的部分 也要 也希望給高雄市政府來開發 事實上現在 世貿會展中心那一個 遊艇碼頭 他的發展 或者安全的問題 也受限到他的水域 這些部分 我們都必須要跟交通部 跟港務公司去做一個溝通 我們希望未來要解決這些 遊艇停泊船位 讓遊艇的活動能夠更多 除了法規面之外 除了這一個 遊艇的價位 是不是能便宜的買 或者便宜的租 那以及這一個 能不能推廣多一點的水上的活動 福島去考照 然後考照的過程裡面 讓大家習慣這些水上的活動之外 包含這一個遊艇的停泊船位 包含水域的開發 可能都是我們未來必須要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當然願意 跨局處來推動 這一個其實 高雄非常具有特色的產業 以上跟陳議員做說明 好 副長你請坐 你剛剛提到 目前擁有遊艇的船東 都不是自己會開船 大部分都是請這些船長 這個也不是不好 這也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我剛剛提到的 這些過期 抓魚子這些人的朋友 現在可能漁獲短掃或年紀大 他不要再從事這麼辛勞的工作 他可以轉行來做船長 這又創造了很多的就業的機會 那第二點 你剛剛提到也對 駕訓班的成立 我想這個又有很多的產業可以去做 那當然 目前 因為推廣的問題 所以這些的產業尚未形成 但是我覺得是 未來是非常可行的 包括 許多的 要考照的這些市民朋友 也常跟我提到 他說 他開車 對的道路都可以開 但是 他靠到尊重的駕駛之後 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開 比如說 他把船 是不是可以開到愛河 這個 又有問題 所以 接下來要請問市長 我們如何未來打造高雄 更親民的一個 遊艇的一個文化 包括這個愛河的 是不是能夠 更親民 讓這些遊艇 可以停泊到愛河的沿岸 當然我知道 這個橋的高度是個問題 那我們先 打破這個觀念 如果 他的船身是可以 進入到愛河的 我們未來 是不是 能夠 讓這些市民朋友 擁有這些傳播的朋友 可以自由的進出 愛河的沿岸 我想這些船隻 停泊在愛河沿岸的時候 高雄又是不一樣的一個景色 請市長做一個說明 市長請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讓高雄成為一個海洋的首都 能夠讓更多的遊艇 在高雄的四周 高雄港 還有愛河的沿岸 我想這個方向 高雄市政府是大力支持 第一個我們怎麼樣子解放我們的海洋 過去我們高雄人要看到高雄港不是很簡單 是後來民進黨執政以後 才慢慢的把那個港邊的高牆打掉 那我會覺得慢慢的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高雄港是應該慢慢的市民都可以輕鬆的觀賞 所以像紅毛港的附近 包括我們的高雄港 包括我們的愛河的出口 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 我們願意跟港務公司來討論 那那個陳議員也知道 那王國財王次長 他是來自高雄 那我想他對這個方面的專業 或者對高雄的理解 包括我們高雄要發展遊艇產業 我想他都會非常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願意跟他溝通 那如果說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喜利民副市長也跟陳議員說明 我會覺得說第一個 我們希望高雄有一個國民的遊艇 就像北歐很多國家 他們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個遊艇 他並不是一個就是要資產階級 非常有 不是 他就是一般的庶民 這樣的話我希望有一天 在我們高雄 我們有65公里的海岸線 我們的海岸線被整個海浪沖洗得很嚴重 那現在我們慢慢的都在富裕 其今有富裕 在家庭 包括鵬鵬鼻鵬 我們現在都慢慢都在富裕中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有一個65公里的海岸線 我們能夠發展我們的這個遊艇產業 包括新達港這個部分 能夠做最好的訓練基地 如果說我們有這個遊艇的駕訓班的訓練等等 或者另外我們有老舊的移港 能夠讓我們的老船長 或者是從事業工作他們的轉業 我認為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高雄市政府願意在這個部分全力支持 一個百年的工業老城的城市 要翻轉 當然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為這個城市 尋求一些新的方向 我相信高雄一定可以改變 我們非常謝謝陳議員提出一些很好很進步 對高雄未來的產業 包括很多就業的機會空間的拓展 我想都給你很感謝謝謝 好我們也謝謝市長做了以上的宣示 而且我提到特別提到高雄銀行的協助 可以對市民朋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幫忙 低利貸款 那我們的局處首長都是非常年輕的 我想許利民帶頭 先買一台國民遊艇 來宣示高雄市真正的進入我們的遊艇世代 那希望未來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擁有就陳如剛剛市長講 跟北歐國家一樣 這些親近海岸的城市 這些市民朋友 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台遊艇 就像我們現在擁有一台摩托車一樣 擁有一台汽車一樣 是多麼自然的事情 我非常的期待我們未來的高雄 也可以發展成這樣的一個城市 那我想接下來有一些石斑魚的問題 跟一些岡山地區建設的問題 我想因為時間的問題關係 我就不一一再來請各單位做說明 是不是在今天會後能夠用書面的 跟本席來做一個回應 好今天我的總質詢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局處首長 謝謝市長 謝謝副市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陳政文議員的執行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安排現場會堪 請各位同仁永樂參加上會